国语有生善书 一赤拱横堂善书 修行正道实录 主诸先佛为天上圣母妈祖 天上圣母将 第十回 大慈悲愿显真人 诗曰 大慈悲愿显真人 火枯救人不顾身 一缕方魂无限感 众成正道可为神 圣事 舍身成人 一列千秋 此若不具大慈悲心 存有之真人善之心意者 难以面对险境 有可奋不顾身 可也 著书 贤身灵神出窍 弟子参寇恩师圣驾 贤身无需多礼 无等出发著书 是 刚才功灵恩师师训 言中之意 今夜是要拜访一位火场救人 而葬身火枯之女菩萨吗 贤身所言无误 此一事件发生在二十余年前 年仅二十岁之少女 目睹火场之内有一位五岁小女孩置身其间 危急之际份身道险境 进入火场欲救小女孩 可惜双双方家长悲痛不已 故此女因魂此人感动上天 终成神道 一位年轻少女可以有如此大勇 进入火窟救人 虽未救出小女孩 但能有几人可以具备如此勇气 只是弟子一问 当时难道没有消防人员 难道没救灾人员进入 事有凑巧 易者 此女乃为当地树林一消复分队长之女 天生急功好义 火场附近三个消防栓故障无法出水 乃至消防人员有忙于找水灭火 因此此女之有小女孩困于火场 立即进入救云 伟哉 女菩萨 不要说是昆道 男人有几个肯冒险救人呢 奔师啊 您带弟子往南天来干嘛 难道是此位女菩萨正道在南天天飞殿 奔师啊 您带弟子来您的宫殿 可是这位女菩萨正道在天飞殿吗 贤身未曾来过无宫殿吧 先游历传真评列宝书 也不枉无与世间众善广结深云之机 此女士正入天飞殿果位 准备下凡间妈祖庙 历任神职 吴就为贤身引荐 是 进到天飞殿 只见随处君士鸾凤雕士 单就大殿而言 已非金碧辉煌可以形容 到处透出降西瑞矮 因云起处 凤鸟振翅 而每个殿堂回廊连接处 更有一坛青河水池 丹赫松赫不计其数 并且随处可见许多昆道仙姑 仙女 穿梭其间 只适不适在忙 而是悠闲长阳 恩师啊 您这里规模如此大 并且有这么多仙姑 他们做什么呢 无铁为台江一地最兴圣香火之妙于主神 因此天飞殿中 祝仙姑 仙女 君士要下派凡间历任妈祖神职 为派任者先来此报道 原来如此 可西南天游记中弟子老师怎未带来此处访游呢 天界之广大又启示一书可以全数罗列 因而主这仙师自有考量 好了 面前即是此位舍身救人之智慧仙女 贤身可以见礼访谈 是 弟子参见仙人圣驾 很抱歉弟子一时失措 您看起来二十岁出头年纪甚轻 弟子说老不老也有中年了 这种场面弟子第一次经历 尚请恕罪 不敢当 永比大名 无生前以拜读所奉旨著书 获益良多 只不过 无福元教保 年寿不永 二十岁即已归空 否则 一定可以拜读贤身更多著作 弟子惭愧 雕蒙天恩慈悲而已 不敢居功 无意是如此 年纪轻轻 当然不敢说有多少苦功修行 只是上天垂敏 此心救人而成神 比诸贤身更有不如 您客气了 容弟子请教 在火场之中 您怎有勇气会奋不顾身投入救人呢 无知父亲本是救人之一消 当时小女生年仅五岁 置身火场 一定惊恐万分 一想到小女生经据莫名情形 已无法多想 只想要把她抱出来 所以就冲了进去 是啊 弟子也是身为人父 每当想到小儿女们受伤害的痛苦怎能忍受 不过您是要救别人小孩 那才是真人爱大慈悲 对了 您归空后以弃成神之过程 可否开示 以自列入书中 无归空之计 已见到地府居浑神使 当时葬身火窟有二人 即乃无所欲救援之小女孩 她被神使带走 那您呢 是否您在世有归依那种法门 修行那种法教 惭愧 无在世均未修行 仅在罹难之前七个月 有受引荐进入佛堂求道 但都未修持行道 故归空日 有祭佛恩师派遣随众相神使说明 引领无网页祭佛老师 原来您有求道 所以那场火灾 罹难之二人 小女孩由神使带走 而您是往祭佛老师处修行 非也 无得祭佛老师随众之引领 乃上九阳关报道 因先天大道 求道之后 若未退道心 天堂挂号 地府抽丁 故未罪名思 可惜无使进九阳关 却因保诗 引诗几点传诗 三保五字真言等查证 却无法应对 本要移交地府 但上天老母红词垂敏 无乃具真心仁慈而舍身救人 一律可以赐准成神 乃命九阳关一道天飞殿 修行圆满派任妈祖神职 以得具足福慧资良 在凡里天面目 原来如此 弟子还以为您是经过 王子成文教思源之代之 再入具善所修行 那道无需如此大费周章 一者 无求道而道心未退 二者 无无私救人 故以具备神格 因而得蒙老母一命 派来天飞殿修行 行了 今夜就到此为止 智慧仙女且自去吧 无余永彼贤身回堂 是 恭送圣母圣驾 弟子告退 师生离开天飞殿 奔师啊 您这天飞殿 恐怕要几百上千位之仙女 因为台江妈祖庙大小不论 恐怕不下千座 那道也是 不过 无殿中尚无如此多 为仙姑进驻 恐怕是您言师 所以进入天飞殿者 没有相当分量还不够格 好了 已到贵堂 闲身灵神投体 弟子恭送恩师圣驾 各位大德 一贯天道是真的 求道真的很好 希望大家都可以去求道修道 后面有求道的好处 以及我们频道还有制作一部详细详细说求道的好处 包括求道后 上天就会派天界护法神 还有未来的佛国净土等等 请大家一定要去观看 求道后一定要记得求道日期三宝 尹宝师姓名 小编补充 真的真的 求生弥勒净土不抵触求生阿弥陀佛西方极乐净土之志去 而且这边强调若进入弥勒净土内愿则各天净土畅有无碍 加上弥勒净土为了众生而设在地球附近 所以真的要好好把握 弥勒佛尊早已成佛 乃是为了地球众生视线菩萨身而发愿大开龙华大会普度三草 与南海观世音菩萨一样早已成佛 为了救度众生而视线菩萨身 普度众生 因为弥勒净土设在靠近地球 所以比较容易求往生 往生条件基本上就是要每日称念于礼拜 南无弥勒尊佛 并且回向自己求生弥勒净土 行六事法更可往生弥勒内愿 小编在弥勒净土修持的播放清单都有写 影片后面也有往生弥勒净土的好处 无佛愿所有众生皆能求修大道 吃素修行 孝顺父母彼此互助互爱 将人间变成大同世界 佛国净土 也愿大家把握上天恩赐之树立 超拔幽名 广度众生 晚化灾节 见到成道 弃恶向善 回天必先将累世罪业因果偿还 清净之身则可入佛国净土 摇持圣境 故不要放弃修道之路 要坚持到底 小编整理末法书机一 一贯天道 求道者天堂挂号地府抽丁 求道人的祖先可从地狱离开去藏藏古佛处修行 求道后虔诚修道者可以回天考验而证果 若没通过者可至少到寄宫活佛净土修行 但若在人间都无修道的人 仍杀生造恶者死后仍归地府地狱管理 求道后有一位护法神庇佑 清口后则有两位 入栏道五庙明正堂 拱恒堂 虚源堂也相同类似树立 二 消业障解因果 除了一贯天道本身有怨颤班之外 还有一次拱恒堂与五庙明正堂之树立 拱恒堂之法会荣誉总功德主准与消妻式因果公案 或者消除业障 护法功德主准消除一件冤亲因果 并延寿120天 拱恒堂圣书县世报律立 五庙明正堂圣书效劳注印千本可消解已是因果公案之树立 三 积累功德 除了三不师与真诚来做无违法行善之外 注印拱恒堂圣书末节收缘上礼天 一本刺激武功 注印南平山游积累至二十德 准与转为阴德 注印生灵的悲戚功德同等放生功德计算 四 抄把与生前驻籍灵修院 这是给我们自己提升与拯救祖先或亡灵的机会 救人一命圣造七级浮屠 死后让自己进修之重要方法 五庙明正堂 无疾老母从无疾天降下的灵修院 无疾正道院 正道者可永托轮回 一赤拱恒堂 由浩天观黄赐下之浩天子寿灵修院 可证弥勒净土内院 超越生死 不管是什么信仰皆可以生前驻籍或超拔 信仰一贯天道者 有修者会进入天界的九九子阳关考验 考验通过可证果 考验不过则打回地府地域审判 若此时您有生前驻籍灵修院 便是给予自己另一个机会免于打回地府地域 有各地方再度修行 又可以免受轮回痛苦 望大家把握机会 皆望大家都可证果回天 五 发愿往生弥勒净土 一贯天道者容易往生弥勒净土 前提要记得跟上天发愿 愿意往生弥勒净土 并且要功德回向往生净土 若您不是一贯天道者 单纯是佛教或无信仰者 建议您可以向异赤拱横堂询问 他们可以免费筑集往生弥勒净土 筑集后每天定要念至少十声 拿谋弥勒尊佛后回向愿往生净土 拿谋弥勒净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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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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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